你知道193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吗? 1930年,德国摄影师赫达莫里逊来到北京, 并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下了当时的北京城以及老北京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些是隔近百年的影像资料,可谓是绝无仅有,每一帧都极其珍贵。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莫里逊在天津下船的场景, 在拿到行李后,他将从天津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在火车上,莫里逊记录下了天津至北京的沿途风景, 镜头中出现的这座高耸佛塔,在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后, 此刻他依旧雄伟壮观。 在当年的土地上,还没有现如今的高楼大厦, 有的只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广袤平原。 两小时后,莫里逊抵达北京,远处出现的破旧城楼是朝阳门的建楼。 北京城外,赶托人与他的骆驼在镜头前缓缓走过。 在那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骆驼在当时是主要的长途运输工具。 进入北京城,映如眼帘的是北京最著名的商业街, 前门大街。 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各自忙碌, 拉着人力车的车夫正在卖力奔跑, 骑着自行车的行人匆匆而过, 悠闲的大爷坐在马车上不慌不忙地赶着路。 镜头中出现的是北京的廊坊二相, 这里在清朝和民国时期, 主要以经营古玩玉器和自画为主, 是当时落魄八旗子弟的典当场所。 画面中是当时的国民革命军, 他们列队整齐地在大街上行走。 这位中年男性正端着碗蹲在地上进食, 在他身旁还有一位裹着三寸金帘的女性。 这名不足三岁的小孩, 在镜头前显得无比呆萌, 看上去令人喜爱。 而这位扎着冲天变的男孩, 现在或许已有百岁高龄。 当时小女孩宽大的脚掌已不再被封建思想束缚, 镜头前的她走起路来剑步如飞。 而这名年长的老者, 则身受封建思想的毒害, 裹着三寸金帘的小脚行走起来看上去极为不便。 在路边的一家理发店, 一名中年男性正在理发, 年迈的托尼老师正在为他解开长长的辫子。 即使当时清朝已经灭亡19年, 但社会上依旧有许多人还留着辫子。 托尼老师将男子的头发竖好挽在一起, 而后为顾客清洗额头, 紧接着便是拿出祖传的剃发刀为其剃掉多余的毛发。 在托尼老师的操作下, 这名男性的额头显得闪闪发光, 看上去无比赠量。 随后莫里逊乘坐人力车前往故宫, 在经过一道道城门后, 莫里逊来到了紫禁城的宁寿宫, 画面中出现的便是宁寿宫的九龙壁, 该影币是由乾隆37年改建宁寿宫时烧造, 在历经160年的风霜后, 九龙壁上的龙衣就栩栩如生, 充满活力。 镜头来到太和门, 两头威武的雄狮坐落在门前, 看上去显得无比庄严, 而这里也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宫门, 在明清两朝时期, 这里是皇帝接受大臣朝拜和上奏的地方, 也是颁布诏令以及处理政事的地方, 从紫禁城的太和门一直沿着中轴线往南行, 穿过正阳门便可抵达北京的天坛,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 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皇天, 其五谷风登之场所, 在天坛南部还有一个名为环秋坛的圆台, 这里也被称为地坛, 是皇帝登记以及祭天大典的场所, 而画面中该男子所站立的圆形石板名为天心石, 据说站在这里大喊一声, 你会听到从地层深处传来的明亮而深沉的回响, 最后莫里逊来到了位于北京郊区的长城, 这里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当年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站在蜿蜒的古老长城之上, 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矫健的巨龙, 望着祖国的大好疆域, 不禁感叹江山如此多焦, 引得无数英雄静折腰。